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二十多年沒有大幅修正的勞工安全綁 在這個現在已經改名叫職業安全衛生綁 治安綁 他勞委會在今年的四月底提出了這個修正的草案 他其實內容有不少的重大的突破 針對六星今年發生的這些層出不窮的火災爆炸等重大的公安事件 他訂定了這個風險評估的機制相關的法則 那像這個這麼重大這個法案的變革照理說 而且又是老委會自己提出來的照理說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這個會期就要趕快先過了 結果沒有想到在上禮拜的時候 國民黨的許舒服的立委突然跳了出來 那用了一些理由像是什麼內容定義不清 恐影響產業的營運等等站在資方的立場的說法 然後出來阻擋這個法案的通過 然後最後又退回了政黨協商 國民黨自己產生這個人格分裂的現象 自己推 自己又打 但是這個版本呢 其實有劉建國 黃書英委員 還有田秋京委員 跟徐少平委員 國民黨委員 都一起簽字了 那因此有這個協商版的版本出來 但是到今天 到今天早上 國民黨跟無黨團結聯盟對於這個協商版 大家都已經去協商了 協商出來的版本還是遲遲不願意簽字了 或是到最近六經的爆炸案 或是工商協會我們跟了十多年的一個 這個RCA的女工集體罹患職業性癌症的這個案子 到最近這兩三年過勞 各行各業過勞的問題 這簡直就像是一個傳染病一樣 過勞的疫情連環爆發 這些痛苦其實才踢著我們 終於要面對勞工安全衛生法再不修不行了 那我們知道說現在的這個勞工安全衛生法 是在美國六十一年 因為這個電子業的女工中毒事件才頒布的 那過去的大概二三十年 事實上完全沒有什麼重大的一個修正 所以現在法規的內容幾乎都還是以這個工業部門的危害為主 那目前這個修法有一個一些蠻重大的一個突破 那譬如說包括擴大試用範圍 就是譬如說現在台灣就業者 事實上有一千四十九萬人 那可是受勞工安全衛生法規範的大概只有五百二十三萬 所以涵蓋率只有五成 那事實上遠遠落後國際的水準 然後也違反國際公約裡面強調的職業安全衛生的法規 應該要涵蓋所有的工作者 包括自營 包括這個我們現在非常普遍的這個承包 或是間接承攬的這些弱勢的族群 那事實上現在還沒有納入這個勞工安全衛生法的這個工作者 還有包括這個很多的服務業工作者 還有這個像這個軍公教人員 還有實習生兼職學生 或者是不具勞工身分 可是實質上投入這個工作的這個志工等等 那所以擴大試用範圍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突破 那第二個突破就是有關這個我個人比較關心的 像工作負荷、夜班、輪班 或者是重複性的這個工作 肌肉骨骼的這個問題 那現在這個勞保的職業病給付 像去年有這個429件 那這個肌肉骨骼的疾病就佔了這個400 對不起 就是429件的肌肉骨骼疾病 佔所有的職業病500多件的78% 也就是說肌肉骨骼的問題也是相當的重要 像譬如說這個司機的最近盤突出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目前這個法規在這方面也有一些突破 就是強化雇主保護工作者身心健康的這個責任 有關這個機械設備跟化學品的這個源頭的管理 也就是說呢 提供給廠商的這個製造商 機械設備的製造商 或者是提供化學品的這些上游的這個廠商 必須負擔這個職業安全衛生的這個風險 譬如說要提供安全資料表 提供這個資訊 那這個也是當前歐盟跟國際上 所強調的一個環節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重大的突破就是 增加重大指災的通報的要件 過去呢都是只有一死三傷才需要通報勞業單位 那現在的突破就是譬如說 發生重大的譬如說像國災 可是沒有勞工傷亡 現在是不需要通報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些重大的公安事件事實上是需要被通報的 那現在法規的通報時效是24小時之內 雇主要通報這個勞檢單位 那24小時大家覺得會不會太差 以現在的這種狀況呢 幾乎這個媒體是第一線 知道這個公安的 反而勞檢部門是快要 可能24小時之內還算違法 那這個明顯呢是非常這個 跟現在的社會需求 或者是社會性化有非常大的一個落差 那另外包括像風險重工監督的機制 或者是說對於這個職業商品 防治的這個機構 法人的機構建立法源 這個都是相當重要的突破 職業災害我們不只是要殘補 不只是要補償 真正是要拿到職業災害的預防制度 像勞工安全衛生法這樣的預防制度 才可以真正殺到資本家的利益 才可以真正保護我們工人的安全 但是很遺憾的是 預防的制度 我們在修法的過程裡面 總是困難重重 工人的聲音已經長期被排拒在立法院外了 我必須說今天勞委會 他聲稱他開了幾次公聽會 我們這些工人團體就是沒有被邀請在內 我們很生氣真正要跟資本家對幹 我們就是要把過勞致死的這樣的情況 就納入行責 日本已經有這樣的案例了 就在勞基法裡面 台灣勞基法沒有這麼進步 我們就是要求職業法這麼幹 但另外一條RCA的案例 我們很清楚知道化學品物質 如果不對工人公開的話 等到他們20年30年以後禮病 求償無門到現在RCA主工還在訴訟當中 這兩條化學品物質公開 全面公開沒有商業機密的理工 還有工商 如果是過勞的執災 過勞的致死應該要入行則 這兩條很遺憾 這次的會計都已經沒有排進去了 我們看到了這些職位財團的這些利益的立委 他建商財團一句話 他馬上就會為他們修改 農民也好勞工也好 如何大聲的疾呼 甚至有人還跪下去苦苦的哀求 甚至有人喝農藥自殺 他們真的有聽到弱勢人民的聲音嗎 根本沒有 選舉到了 有選票壓力他們都不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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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